天王刘德华在2018年底在香港宏馆举行跨年演唱会时 因为中途确诊流感的关系 最终取消共七场的演出 取消演唱会后 刘德华方面一边安排退票 一边自资 再向宏馆申请演唱会的新档期 持票者可以选择优先退票 如果再想看演唱会 等档期批下来之后 将会有优先的购票权 3月22日终于有好消息公布 刘德华最终成功申请到 2020年2月15日至22日 在宏馆举行七场演唱会的档期 从然粉丝心中的希望 另外刘德华也在华仔天地亲自发文 宣布这个喜讯 直称美梦成真了 并列出相关的票务详情 表示补偿的安排 会待整个退票退款安排完成后进行 即在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 才会进入优先购票补厂门票 以及补厂登记换票的阶段 不管怎样 刘德华申请宏馆补厂当期成功 对于华仔本身以及歌迷而言 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很多一直不愿意退票的粉丝 欣喜若狂之余 直呼没有跟错老大 而透过这次自自申请补办演唱会的事件 令本身已经是刘德华的粉丝 佩服的五体投地之余 连不是他的粉丝都对他刮目相看 在此小编也祝愿刘德华补厂计划能够圆满的成功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